你听我说 别打了 别打了 你松手 你松手 你别拉着我 你别抱着我 你搜开 你搜开呀你 小子 搞什么 过来 杀手 放开我 你们别再打东大阁来 他不是坏人 听孩子说嘛 你搜开 方公 先别急 先听听这孩子咋说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哪村的 俺九狗玩 万家寨的 我爹 我爹 我哥 我妹 都没什么人杀了 全村就是我和狗蛋了 我和董大哥进了先生部 里面都是什么人 孩子 你说的是真的 凤姑 别打了 孩子不会说谎 阿成说的都是真的 这回你信了吧 前面有个小道 先出去再说 成吗 霓装 上车 走啦 走 师姐 走 快走吧 走吧 这是我的大耳朵 你这是什么呀 在叫狗蛋 狗蛋 狗蛋 那你叫什么呀 我叫狗玩 那你搜我旁边吧 走 咱们往那边走 快点 转过这门 离老虎国就不远了 我每天要在他们进入老虎国之前 枪灭他们 是 大耳朵 快过来 老虎国 跟我们说实话 老虎国 跟我说实话 龙丈海是不是又没憋什么好屁呢 没有啊 村子里的人都死绝了 就是我和龙大哥了 厅长 从那条路走 好 快快进 是 老虎过方向 哪怕黄泳班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也要死在我们手里 快快去 日本人追上来了 快走 快走 快 快点 快 是有心 好 有心 二门大将冲口里了 别肯定 我们是日本人 我们是日本军人 韩基人 韩基人 我们是日本人 我们是日本人 日本人 探查日本军国是不是 是 日本歌 日本歌听见没 赶紧去奉好逼逼 快点 我们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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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老虎口十来里地了 在这儿歇会儿吧 小心点 霓裳 写生口 生火做饭 慢点 慢点 不能生火 别把日本人招来了 小果子 拿干粮 分给大家口吃 走吧 龙大哥 给 拿着 龙大哥 我刚刚听狗娃说 田水月 万家寨啥的 都被日本人杀光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来 世红 克白 你 还是 全国人杀光了 你 这次是 中 Zack 你再咋说 我命大 命大 我看你是鬼大 你心里有鬼 是啊 我把伤口都给你看了 你咋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谁知道你这伤 是不是枪子打的 行 本来我不想提 你现在我告诉你 我媳妇秀莲在家生孩子 我陪着她呢 没到吕祖庙那么一会儿 鬼子撒了毒气 我带着我娘 我媳妇刚出生的儿子 钻进祠堂的地洞子 保了一名 请了吧 你听听啊 这 这也太巧了吧 大家伙都来听听 这铺子里的人都死光了 就你们一家人活着 你娘 你媳妇 你儿子 你说我行 你别瞅我家里人 搞的了 你心里不舒服了是吧 全村人都死了 我心里边憋得慌 憋得慌 湛海 你这话的意思是 谢 谢人不误 真的 绝了 朱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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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铺的人杂死都在这里边了 你 瞅瞅吧 我 这啥呀 这个黑漆漆的 这啥也瞅不着呀 这个 冲着光亮就瞅见了 不是 刚才不是你不让生火的吗 你不是糊弄人吗你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还不相信我 你 你 行啊 爱信不信 你们的事 我不管了 放检 本来想给他们拿来看看 做个见证 人家不相信捡回来干吗 回来 不是 你这人有毛病吗你 我说什么了我 我根本就瞅不着你瞅得着吗 我还没问你呢 龙湛海 你为啥要害我爹 你爹不是我害的 是他自个儿吞进去的 你胡说 这大家伙都看见了 就是你捅的 我抓着他的手 有人撞了我一下 我手一松 他自个儿吞进去的 你放屁 就是你捅的 我看见了就是你捅的 方公 方公 也许这龙湛海 他真不是有意的 大师兄 你咋帮上他了呢 你在我爹林前 你咋说的 俩仇人 一个石井 一个龙湛海 你咋都忘了呢 我 我哪敢问个我 我是看龙渣海 他冒死过来送信 我想他也许是好心的 他好心个屁 我看你当上长童草 你倒的倒是挺快的 我爹的丑咋办呀 侯师叔的丑我来不好 你算哪棵丑啊 要不着 风姑 别管咋说 这些人不是不能回去了 要不 要不咱们再 再想啊 我回去了 不回去了我爹咋办呀 那 那 那要是回去 这些人都得死啊 行 你们都怕死是吧 我再敢回去 师姐 你别挨救我 师姐 你别挨救我 师姐 让我先回去吧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从地洞里进去瞅瞅 要是有日本鬼子 那我就先 我曾去了 日本人已经发现地洞子了 啥 你刚才不是说 刚从地洞子出来吗 咱又被发现了呢 狗娃把灶台上的锅给摔破了 日本人能瞅不见吗 没准这会儿 日本人已经在后山地洞口 等着怎么呢 我还不跟着你 打发了 导臺 我来一次 收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死不死是跟我不相干 跟仙日铺有关 你啥意思啊你 我还是那句话 仙日铺就剩你们一个话有关 老祖宗留下的玩意 得靠你们马下传 行了 你这些话我不想听 咋的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爹到底咋办呀 死的时候连个尸骨都没留下 现在还连家都不能回 不是不能回 是引把钱都不能回 先找个地儿 让侯伴就入了土 都把鬼子撵出去以后 再把他老人家借回去 对 到时候风光大葬 师姐 你要死 我怎么办 师弟师妹们怎么办 你万一出个差池 咋给师父报仇 我说 你们都是仙人铺的人 别只想着自个儿的事 得想着仙人铺的事 得给仙人铺留个后啊 那你做个儿还想死 小兔子 大人说话 你别撒嘴 龙大哥 你真的想死 我是想死 既然你想死 你还说我 你不是仙人铺的人吗 我和你们不一样 我们永春班没了 你们华永班都还在 再说了 我是成过亲的人 你们都还没成过亲吗 得给仙人铺留个肿 行了 别说这些臊性话 我不走了 师姐 师姐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爹 女儿不孝 不能把您送回仙人铺 您老 先在这儿住着 王后 我再来接您 师父 委屈您了 您放心吧 花永班一个不少 去安护着 我们一定替您报仇 给师父磕头 爹 您是咋死的 谁是咱的仇人 您给我托个梦 我绝对不饶他 侯师父 您在天有灵 保佑华永班平安无事 您的仇 我来报 师兄 师姐 咱下一步咋办 还能咋办 回宝殿 找师姐去报仇 不行 你们不能回宝殿 你为啥老拦着我们 不让你替我爹报仇 你啥意思啊你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得替你爹保住华永班 报仇的事交给我 不惜遗憾 龙长啊 你这话说得可有点大 我们华永班的仇 我们华永班自己报 再说了就凭你 你有多大本事 你们得远走高飞 不让师姐找着你们 龙长海 你安的啥心 我不想知道 但是你让我 把我爹的仇 放在一边远走高飞 没本 当着师叔的面 你们咋是不听劝呢 我跑到保定去送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保定我是回定了 大师叔 刚才我听了你的话 没有回仙人谱 可是现在你得听我的 咱们得回保定 行 回保定 找石井 多英文 多英文 一群不嘎的 龙大哥 我咋办呀 龙大哥 老人给我站住 狗王 你跟着我干吗 跟着他们好吃好喝 饿不着 不 我就要跟着你 干吗跟着我 我除了你谁也不跟 狗王 是 村业军 欢迎回到仙人铺 魏天志 辛苦了 不知村业军 这次有什么任务 为什么来的时候 没有实现发电报 我们在追击仙人铺的黄泳斑 准备消灭他们 可惜被他们跑了 这么说 你们没有彻底消灭黄泳斑 是啊 不但没有消灭黄泳斑 我们还一直在找龙战海 他回来了 你是说 胶片在龙战海手里 是的 这是我的失职 我准备向极构将军和石井长官报告 龟泳斑 你知道这个事的严重是吗 我知道 一旦天使计划的秘密泄漏 会影响到整个花贝的生产 我准备向极构将军请求救法处置 你说的地道在什么地方 带我去看看 请 请 我也没有想到这里会有地道 这个地道 通向哪里 通向后山 那为什么没有把地道封死 我估计龙战海还会回来 会要提手抓住他 打回照片 不 魏天君 你已经发现大错了 绝不可再冒险了 赶快把地道封天了吧 那龙战海怎么办 照片怎么办 你的任务是保障这里的安全 抓龙战 躲回照片 是我们的任务 我听他们叫你龙战海 你叫龙战海吗 那我以后就认你做大哥了 甭叫 我不是你大哥 我就纳了闷了 我哪辈子欠你的 非要这么缠着我呀 你是好人 华勇班他们也是好人 你咋不留下 他们打你 不是好人 你 大哥 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你不是说 从来没去过保定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这胳膊 我跟你说 我把你送到保定 你爱干啥干啥 甭跟着我知道吧 那为啥 你知道我为啥 召集会保定啊 不知道 我得赶到他们前头 杀一个人 要杀谁呀 跟你说得上吧 你不是说 他们的事 你再也不管了吗 我是不想管了呀 可我这命运不济 被他们缠上了 就像被你缠上一样 不一样 我是好人 他们不好 放 快跑啊 快跑啊 快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黄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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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们干什么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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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集集中焚烧 防止瘟疫 倾手接到 当所阁下 已按您的命令 全城警辩设访任务 已经完成 您还有什么吩咐 军部命令 我们要迅速恢复宝殿秩序 展现安定 传我命令 停止杀戮 整天安民告示 是 那我们是不是要打开闪门 临在繁荣锦下 是 要严防各类抵抗分队 曾经破坏 一旦发现严厉大忌 我要让他们 彻底恐慌 去福 是 这一旦发现严厉大忌 这一旦发现严厉大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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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你喝水 喝水 哥 你快收拾 咋回事 我给你做啊 差点被你马小鬼子 给我掉癫蝎干子上去 咋回事 你说说 没事 谢花 我再触及他 你 你还去啊 不去行吗 小北门又死了两千多号 这要不去 钱不下了吗 哥 你这是不要命啊你 哥要钱 没钱 命算个屁 罗子 跟哥一块去 哥 我怕 我怕被垫到点心杆上 你送你这个倒霉鬼啊 你一天就早 在五里糊糊睡大觉 钱都送上门来了 你都不失手 你活该你吃的吗 你见命你一条我 你见命你一条我 哥 他要抢着我 罗子 哥 别说 我帮我看好了 手一押 我拿你脑袋挡夜狐 哥 看你说的 跟你这么多年 我杀手晓过心 那倒是 罗子 你记住 我哥是干大事的 日本人撑权子 王浩 有你好日子过 哥 这不是咱像摇的吗 哥 哥 那你慢点走啊 走了 哥 慢点走啊 哥 发财了 多小心点啊 别勾着手 你把那边收拾一下 小心啊 你说这些刚都碍着啥事了 全都给砸了 别唠叨了 没死人就是万幸 糟了 日本人又回来了 兄弟 咱们跟他们拼了吧 对 对 咱们干什么事 中国人 快开门 快 让我进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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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老爷子 你认识我 封老爷子 是杂帅协会的会长 在宝庚昌 谁又是不认识封老爷子 那算是白昏了 刚才日本鬼子是连你 这帮古日子 我差点碍了呛子我 这黑灯瞎火的 你跑出来干啥 我 刚才我杀了个日本病 真的 这 是 当真 你看我身上戒鞋 还戒脸上 戒鞋是假的吗 真够瘾 东家 让大伙都出去吧 杀一个算一个 对 对 行了 日本鬼子是那么好杀的 别惹事 兄弟们 可千万别给我捅出去 我这脑袋 还留着吃饭呢 放心吧 放心吧 放心吧叔 我们不说 傅老爷子 您救了我一命 您哪 救死我的再生父母 你救出我庆典啊 走儿一拜啊 走儿一拜啊 我给您渴头了 渴头了 冯老爷子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你们 都是宝殿的贤客 各方的贤党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 食食物者为俊杰 新的时代 新的生活就要开始 百废担心 大东亚共荣圈 需要我们共同创造 各位 报定首任维持会会长 将作为皇军的朋友 载入我们帝国的使策 流放千古 谁担这个会长 那是无上关容的事 是关宗耀祖的事 何人放屁 臭不可闻 张和宗 你什么意思 您有恶权 仗势狂吠 得而助之 生诞其中 不易快菜 什么意思 他 是在惹骂咱 张先生 能把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 解释得更清楚些吗 闻狗 混蛋 你的良心都坏了的 我破家王 生之何乐 山河破碎 死之何惧 各位相安 我张某人 请你们好自为之 我先行一步了 不知我寇 是 诚勿奴鲜血 徐刀鲜血 朱先生 朱先生 令你担心 把他几个统统赏死 来人 通统带走 快带死去 这恨的中国人 大祖阁下 我听说满清最后一个转员 刘春林就在宝殿 不如让他来当这个位置会会长 好 你尽快找到刘春林 是 是 喂 将军阁下 是 请将军阁下放心 我会尽快地去见石井先生 决定配合 是 是 长官 这是谁打来的电话 几股闽郎将军 将军命令我们 到永华路六号 去见一个来自日本的杂耍班 并且要求我们全力配合他们 杂耍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杂耍班 大河班 岗山大座阁下 您好 让您亲自来了 真是对不起 你就是大河班的班主 石井生南先生 正是在下 大座阁下 请 请 长官请坐 请坐 石井军 你能告诉我 你的真实身份吗 可以 在下 明卫大河班的班主 是位帝国的一名军人 关节是中左 身负特殊使命 什么特殊使命 对不起长官 这个在下不便相告 那 你们为什么会再保定 这个 当然也是使命的需要 你们很早就过来了吗 是的 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 我们就已经到来了 那你们很了解中国了 还可以 首先 日本的杂耍 本身就起源于中国 在下 认识很多中国人 也通晓他们的语言和习俗 施景军 那你能告诉我 如何才能将保定 建成共荣模范区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首先在下认为 武力 是能够打败一个民族 但是 是绝对不可能征服他们的 中国人 必须要自己来管理中国人 可是 中国人的骨头很硬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愿意出任 我的维持会会长 其实 中国人也有软骨头 你不妨 去找一找 保定商会的会长 崇在德 我拒绝过他 他说他是个商人 可以向黄军交钱交两 但是 无力善选会长 不不不 中国人 政商不分 如果 大左阁下你要是下令 把他所有的资产 统统都成为帝国的战利品的话 那个时候 我想他就不会再拒绝我们了 好 死刑军 果真是个中国通 您给我讲了 好吧 既然你们只属击鼓将军指挥 我们先兵队会全力配合 有什么需要 尽管提出来 多谢长官 请 请 施警警 住这里如果不方便 可以搬到我的司令部 不不 方便 这里可以掩护我们的身份 这里安全吗 安全 这里的老板也是我们本国人 那就好 好 那 将官请慢走 书在下不便远送 好吧 大哥 大哥 这都写的什么呀 妈的 这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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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儿我呀 我 大哥 发财的手到了 走 怕骇了 大哥 大哥 果 走了果 丑啊 这宝定城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你赶紧出城走 我不 是个爷们儿说话算术 哭什么 别哭 知道吗 甭怪你大哥心狠 我出来到这 就是来找死的 你老怎么跟着我 那天把命丢了怎么办 我不怕死 我怕你死 甭在宝丁待点了 我管我 找个没日本人的点 龙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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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娃 别怪你龙大哥心恨 我 我 我 长官 刘春林 以前确实住在宝殿 可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可能是去了天津 混蛋 他这是故意回避皇军 该死 大祖国下 刘春林不愿意当 有人愿意当 现在外面就有个中国人 愿意当围棋会会长 叫他进来 是 进来吧 太军 小的狗四溜给您请案了 狗四溜 你想当围棋会会长 愿意为皇军效劳 你是干什么的 我 长官问你 你具体会做是什么 我以前绑人守过账 要过斋 借总没问题啊 讨债收账 以前是守账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要跟着皇军 我就能干大事了 不要再说了 我们帝国的大东亚功能事业 你这种人 不行 出去吧 行吧 皇军 我能行啊 太军 你给我此机会 我能行啊 太军 你给我此机会啊 我能行啊 湘羽少佐 大嫂阁上 马上把重灾德给我抓来 是 AfD unlike 王军 他 你说 感谢观看